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像资料非常珍贵 充分反映了街头艺人在民国时期为了生存的真实场景 我之前发布的相声大师侯宝林1950年主演的电影《方珍珠》 就是讲述了北京艺人在解放前生活受压迫的故事 昨天有一个网友留言说 你为刘宝瑞和侯宝林两位大师的相声讲第一号 这么费劲做什么 观众只要听声音就好了 我的回答是 很多老一辈艺术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非常可惜 我要用技术复活他们 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和了解他们 将中国传统艺术传播下去 相信会有更多的网友支持和鼓励我 好 请看正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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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